民主從來就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開放就是接受更嚴格的檢驗 賀文哲已經多次向事務同仁宣示 在我任內 台北市政府的公務員不必服務政黨 不必服務政治 當然更不用服務市長 只需要全心全力服務台北市民 我也要勉勵全體事務同仁 台北市政府要成為一個服務市民的團隊 對於新事務團隊而言 清廉只是基本的要求 更要建立講實話做實事 追求創新與效力的文化 外科醫生出身的柯文哲 領導風格就是面對問題 用數據討論決策明快 最後用簡單有效的方法解決問題 要以黑白代替藍綠 重新建立一個可以做對的事情的公益社會 第一個100天 我們將全面翻新台北的氣象 並持續努力下去 我們所改變的現在 是下一代的未來 100天的努力 就會讓市民感受到城市進步的脈動 四年躍進累積的成果 將會成就未來50年的台北市 親愛的市民朋友 感謝你將台北寄託給柯文哲和新事務團隊 進步的台北將帶動整個台灣的發展 我們現在就要上工了 大家一起努力 也謝謝大家今天的祝福 謝謝 謝謝 謝謝謝謝柯市長 市長請副位